財資大道 林潔盈 何文堅 剛才都說了,今天很多同學都會比較緊張 今天就是升中派位的放榜日 今年參與派位的小六學生有49,448人 案年其實是少了 競爭是否真的相對少了呢? 究竟說九成四的小六學生派到首三個志願 我們請來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 張勇幫校長和我們談談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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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早晨今早都很繁忙 所以那麼早和我們做一個電話訪問 其實想看今天升中派位 之前聽到朋友說同學已經過別去一些學校 應徵考試 今天派出了,如果志願方面 已經不符合原本的要求 那可以怎樣安排呢? 首先我想今年相对的满意率这么高 家长的担心就少了 不过可能有些仍然都是精益求精 希望更好 可能你守三志愿和第一志愿始终有差距 他派三啊二啊 可能他仍然都想去找一 所以家长仍然都会有扣门的一个想法 不过我想这么热天时都不要太辛苦了 就是头三阵应该都是大家心思熟虑都是好的学校 如果是扣门的时候我自己看 因为现在现行那个升中的机制 你第一阶段就是自己去找学校的 就是可以选两间第一阶段 自己代表去的就是十八区四位都可以去 那你是最想去我才会去的 于是这两间学校如果你都派不到 其实我觉得扣门最首要就是锁这两间 因为你已经曾经入过纸申请过 它有了记录 所以学校方面就容易看回你那些资料 或者是那个全港的成绩排名 也都如果当时有做面试去见过的话 也都有记录 所以是扣门这些是锁这些应该是最容易有机会 但是如果你说去得太后 其实都可能是不是没有机会呢 今年仍然都可能会有机会 但是那个机会率就是要真的看个别学校了 因为始终有些家长说 如果那么多人移民 外流 会不会的 机会多了 会多了 是会的 不过记住一样就是 你始终最心仪的那些学校 比如说传统的英宗 最受家长吹捧那些 其实那些学校 差在究竟是多人争 还是少些人争 其实都是竞争营点都在的 所以大家都要看下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不是学校不是说我们要追到一定是坊间最虚崇的 而是究竟那些学校是不是适合自己的小朋友 这个是最重要的 嗯 就是说移民潮移民潮 真的有些人离开了一个香港去 有些学位就带了子女走 那么对于声中方面 是不是真的会有些音乐以效应呢 还有想问一下当区的校长 有没有一些不明明规定 就不收同区的一些扣门生 也都不考虑来自一些重灾区的跨区的扣门生 有没有研究过这一样东西呢 两样 第一就是移民潮绝对是会有影响的 因为不过就像我提过 影响的是可能一部分 就是开头就是最面那一层 我们说如果传统我们派位那些传统的津贴英宗 那可能就是家长可能有些部分移民 也都因为有些国际学校或者是直资学校那些 也都可能移民了的时候 那你会流转 是吧 就是看到有些空位的时候 大家都在这个层面里面流转 但是如果一流转了就是走了空有空额的时候 其实这些英中或者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说的Band One学校 那你中中有一些都是相当不错的学校的时候 也都会那些家长平时就没有机会 可能进不了英中 那现在可能有机会于是有个流转 所以这个移民潮是绝对对这次都会突显了一个影响的 那我想这个情况是整个这个升中现在说的派位的过程 学校都会是中学会受到多不少的影响 嗯 其实英中有很多人扣门 就说有几间 五间英中就关门了 已经说不会再向外招生 那家长怎样去看到自己的区附近的英中还有可能有学位 其实我想很多学校他们收不收扣门 那些其实网上都有资讯的 那些家长大家都口耳相传 会很快就传到了 刚才提到那个区中学的状况我就分清楚了 但是以往 计以往 其实在不是那么严重的情况下 大家可能都听过当年都有一些叫做军子协议 就是压死同区呢 是不是不要收回同区的扣门身呢 就是无谓同区的 就是学校 兄弟姊妹 校长就在那里拉扯一些的学生 那这个是曾经发生过 但是今年究竟是怎样呢 就是我都没听闻过有哪个区是真是落实得行 其实都不能够说是有一个硬规定硬指标的 就是其实纯粹都是行校之间 就是那个区里面大家有个协议 是不是真的完全执行呢 也都不知道 因为其实现在的状况 今年其实大家都知道受到移民潮的影响 或者跨境生下不了来 其实那个升中等于我们升小的状况一样 就是其实都面对那个收身困难 面对可能那个班数要被逼减少的困扰 我想问一下疫情之下 有没有影响到学校那个收身的程序 或者一些interview的情况呢 特别是你收到一些小六学生他们有没有反应呢 其实有的 因为疫情底下 我们都知道有些学校就是取消了面试 可能就用其他的形式去代替 那始终我想家长或者小朋友来说 就有所谓要有好有不好 譬如可能大家是准备充足 希望面不变的小朋友来计算 那可能就是一展所长 可能就是拿多些面试的分数 但是如果你说我一个小朋友是面试 会是很紧张的那类型呢 但是他成绩是好的 但是面试对他来说可能有一个阻碍 所以其实大中学来说 整体我大部分 我多数接触的都是觉得能够见到是比较实在的 那现在我们学位的学童少了 有些议员就说要研究引入南亚或内地学生来读基础教育 甚至乎尊校都要研究 但教育局局长昨天在立法会也说了 说这个很难 那是否在实际运作上 那些配套 其实不是那麽轻然就说 无论中小学 可以有海外智慧的学生来呢 我想基础教育 相信我自己的经验和观察 是相对没有那麽容易开展的 亦都远水不能够近火 即是短期内 但是可以研究 要等议员们他们的智慧 但是如果是我们民间智慧 如果在我们看 就是现在近火 即是我们要够近火 我自己个人觉得 现在究竟减多少人 减了学生的数量 其实是否等于一定要减了那麽多资源 特别是老师的专业的能量 即是如果你赶走了 即是裁了这些老师 其实用了很多 即是我们市民大众 给了很多工作 培训那些 专业的同工 但是我觉得 他从哪个方向去想呢 就是说 趁现在的学生减少了 其实老师的师生比例 譬如对可不可以帮多些 这些有得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那个师生比例可不可以更加优化 也都是刚才提到非华语 我们本地也有很多 现在也趁这个机会 再调好些 对非华语学生的比例 这两个大的因素 其实都困扰了一些主流学校的 给钱 未必是完全解决到问题 因为如果你没有专业的人手 就是我们如果你想想 一个正常班 如果有四五个小朋友 有特殊教育需要 其实老师应该很辛苦的 是吧 因为你正常班 你少也有二十多人 在小学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 如果趁这个学生下调 老师我们不是为了补饭碗 那么简单 因为狂行也有需要裁缘 但是有问题就是 这个专业我们正在帮小朋友 这个未来教育 青年人就是我们香港的未来 希望资源可以拔尖保弟 资优学生也可以多些资源 好 שות泄源 都是我们该转换的